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家打理妻子生前留下的小卖布 老梁的妻子叫王明 是他的亲女竹马 两个人自小便喜欢 两家父母也给他们结了娃娃亲 过去是开玩笑结亲家 后来现实里他们恋爱结婚 结成情境之好 婚后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老梁在镇上上班 王明在村里开一个小卖布 顺带养儿子 一家三口的日子蒸蒸日盛 过得密里调游 但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福祸但兮 王明38岁那年查出绝症 医生告诉老梁 他妻子的病情已到了晚期 最多只有半年生命 老梁怕老家的医院诊断有误 不死心 带着王明千里迢迢去上海北京看病 结果都是一个答案 妻子王明走的那天 老梁和儿子小梁守在床前 王明气热油丝地交代 希望老梁和儿子在他走后能够打起精神好好生活 希望他不要过度伤心 要尽快找一个喜欢的女人重新过日子 这一点 王明要求老梁说什么也要供儿子念完大学 将来儿子的婚事一定要尽心操持好 老梁一个字的点头 王明最后是带着微笑离世的 老梁把头靠在他心前 伤心欲绝 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说好 要陪伴一辈子的 婚后更是无数次说起 等白发苍苍的时候 他要挽着他的手散布在黄昏下 还要在家里的院子里坐一个摇椅 两个人无事时 煮茶喝茶 坐在上面慢慢变老 只是 谁也没想到 王明会先他走 而且走得那样急 他们从此天河永隔 王明走后 老梁一下子苍老许多 一段时间里 他变得不爱说话 总是躲在屋里偷偷哭泣 好几次想跟着王明而去 但一想到妻子的临终遗言 他知道自己的任务还没完成 王明希望他好好活着 供儿子读书 看儿子结婚 那是他和他共同的愿景 他不能也不忍 让王明主权之下不安宁 于是 他辞掉了镇上的工作 经营王明在村里开的小卖部 小卖部有了一定规模 赚的钱够供养儿子和他的生活开销 老梁回来主要也是因为小卖部里有王明的气息 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货架 都有王明的影子 只有这样 他才感到少许安宁 感到他还是和妻子王明在一起 儿子小梁怕父亲伤心过度 劝父亲要好好的 老梁张开臂膀拥抱了他说 你爸扛得住 小梁说 妈不在了 我不想你再有事 我会好好用功读书 孝顺你 不负所望 老梁说 瞎说 你妈还在 他只是去外地度假了 需要很久才回来 我守在这里 他回来不会迷路 小梁气不成声 那年 他背着被褥去了远方读书 日子一晃多年 老梁五十岁了 小梁也大学毕业多年 前几年 村里不断有人给老梁说梅 觉得老梁是个男人 够对得住王明了 现在人到中年 儿子大了 也该为自己打算 老梁知道 这些年 他是怎么整着寂寞熬过来的 他若给自己再找一个妻子 也是王明生前的希望 但一想到 儿子小梁还没有成家 他的心事便一天没了 他还是一一谢绝了 小梁读书时 他怕给孩子找个后妈 影响小梁读书生活 如今 儿子成年了 工作了 他又担心再婚 儿子的婚事受影响 都说半路夫妻难 老梁不愿出现任何意外 也不敢尝试 重新开始 怕很多事情 心里想了 有奢求 结果却不如意 徒增伤悲 那种感觉 像想过一朵花开 又怕花谢 所以 选择了一开始 就不种花了 去年 老梁去了趟上海 他找到儿子的住处 发现小梁的家里 有女孩子的东西 他洗上眉梢 悄悄问小梁 小子 你瞒得真好 有女朋友了 也不介绍给爸个见见 是怕你爸太寒酸 上不了台面 见不得人 小梁抓着头皮 不好意思地说 爸 你火眼金睛 但不是你想的那样 老梁顺藤摸瓜地问 那是哪样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什么时候给我喝洗酒 小梁去面露男色 顾左右而言他 老梁又问他 怎么了 有什么困难 小梁说 没什么 只是关系还不稳定 所以没有带他见你 老梁说 你喜欢他吗 他喜欢你吗 小梁说 喜欢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说好要一起结婚的那种 老梁一拍手说 那怎么还不稳定 都在一起两年了 也可以谈婚问嫁了 是不是缺钱 我把家里的房地都卖了给你 小梁感激地看了老梁一眼说 不是 爸 你别瞎想 只子莫若妇 老梁还是觉察到小梁眼角的烦恼和顾虑 他提出要见一见女孩 被小梁拒绝了 他想 只要见到女孩 什么答案都有了 只是 小梁死活不让 小梁后来说 他家喜欢上海本地人 老梁想 是了 是女孩的家人不同意 那夜 他失眠了 老梁在他儿子的地方住了两天 始终没有见女孩前来 小梁说 女友去出差了 老梁说 也好 正好 我们父子 聚聚 谈谈心 他用一瓶二锅头 挤盘菜 两父子 说上了话 酒过三巡 父子俩都不再拘谨 敞开了心扉 小梁说了母亲王明走后的这些年 他一直都很想他 他希望父亲再婚 以前又怕父亲再婚 但现在 他就盼着父亲有个喜欢的人 在身边相互照应 老梁说 他都懂 他也一直想着王明 这些年一个人 但不后悔 说起小梁的婚事 老梁也问出了真相 女孩子是上海本地人 独生女 虽然和小梁在一起两年 但家里父母还是不愿意他远嫁 父母希望女儿找个本地的 如果他非要和小梁在一起 也不是不可以 但有个条件 就是小梁必须在上海定居 也就是半入罪行事 婚后需要和女方父母一起生活 将来孩子还是随父性 唯有这样 他们才肯把女儿嫁给小梁 老梁就一个儿子 从人性需要上来说 他也想老了 有儿子可以依靠 希望儿子留在自己身边孝顺他 陪他到老 但老梁知道 儿子自打外出求学那天起 他就意识到了 儿子是插上了翅膀的鸟 注定要飞远的 他想留儿子在身边是不现实的 也不能留 老梁也希望儿子婚后能和他住在一起 但上海那么远 儿子也有了儿子的生活 那也是不现实的 如今 儿子有了喜欢的姑娘 姑娘也喜欢儿子 老梁应该开心 他也十分理解姑娘的父母 哪个做家长的不是为孩子寄深远 他老梁要是有女儿 也舍不得他远嫁 是半入罪 又不是全入罪 再说 小梁如果要完全入罪 那也是儿子自己的选择 老梁想了想说 这有什么 是好事啊 你婚房都省得满了 我还想着卖房卖地支持你 现在 你爸我不用卖地卖房了 还不好啊 小梁说 爸 我如果留在上海 你一个人在老家怎么办 你孤苦伶仃的 我在上海也不安心啊 妈不在了 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至亲了 老梁的心里激荡了一下 他大手拍着小梁的肩头说 混小子 你爸在老家一个人逍遥自在 有菜有酒 好得很 你可别犯魂 遇到一个互相喜欢的女孩 不容易 不要轻易辜负女朋友的爱 你现在在上海 一年 回几次老家 回老家 陪我几天 还不是来去匆匆 小梁 还想说什么 被老梁打断 老梁说 儿子 不妨 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这几年 我也瞒着你有了半 不是一个人了 就差领证 老梁这样说 无非是先胡乱撒个谎 想打消小梁心中的顾虑 让他勇敢奔赴爱情和婚姻 哪知 小梁当了针 瞬间喜出望外 小梁忙给女朋友打了电话 他们几里呱啦说了一通 老梁在一边听得开心 小梁决定 国庆假期 就带女朋友回家订婚 顺带 看一看老梁的对象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老梁再也说不回来 那个晚上 父子俩 各说了很多很多话 喝了很多很多酒 直到东方 饭起于杜白 才回屋睡觉 转眼 临近国庆假期 老梁在家里 方方面面 准备就绪 家里卫生间 还放上了女人用的生活用品 只是 缺少一个女主人 这本来 也是老梁胡宗出来的 眼见着 儿子就要带上海女朋友 回家订婚 可他的另一半 还不知道在哪里 此事 变得迫在眉睫 老梁知道 儿子小梁的性格 他要是得知 老梁骗了他 只是为他 能够安心在上海结婚 那日后 小梁的心理 还是会有所顾虑 他不愿意 儿子和未来 儿媳妇的婚事 再旁生枝解 所以 思来想去 想到了戒期 他和小梁 说有了伴 那就给儿子 找个假后妈 老梁把这些年 身边认识的 异性朋友 一个个都翻来 想去了一遍 但还没找到头绪 大部分都是婚姻内的 找人借期 怕人家老公误会 单身的 也就两三人 两个丧偶 一个离异 而且 这种事儿 说到底 不能随便开玩笑 非要知根知底 又没有后顾之忧 不给人添麻烦才好 老梁 熬了几个晚上 都没有想到 找谁帮忙 就在他陷入了焦虑时 突然 荧光一现 想到了刘丽梅 刘丽梅 过去是王明的好友 王明走后 刘丽梅 也经常照顾他和小梁 七八年前 刘丽梅老公 在外地做生意 出了鬼 要离婚 刘丽梅 伤心欲绝 但 还是选择了 带着两个女儿 过日子 刘丽梅 刚离婚的那几年 过得很不好 一个单亲妈妈 养育两个孩子 比他一个男人 带大儿子 困难多了 刘丽梅 来小麦 不买东西时 老梁 知他不义 总会额外 多送一点东西 说是促销品 遇到他买 大米之类的重货 也会负责 送货上门 刘丽梅 种了几亩地 还在工厂上班 家里有事时 老梁 也愿意热情帮忙 日子久了 他和他倒也成了能说得来话的好友 彼此也知根知底 许事都是不容易的人 更容易相联系吧 有人也撮合过老梁和刘丽梅 但两个人彼时都没有表态 各有顾虑 老梁想 这事要找刘丽梅开口 他应该会帮他这个大忙 老梁提了礼物 找了刘丽梅 把他去上海找儿子后的所见所闻 都给他说了个遍 老梁说 丽梅 我骗我儿子说有了对象 只是还没有领证 我这样说 你也知道 是不想他在上海为难 他好不容易找到个喜欢的姑娘 人家姑娘家有要求也是正常 我一个人 两个人 没事 他能不能顺利结婚 却关乎我老梁家的命脉 以及 王梅的遗愿 我不想他的婚事 因为我的个人问题黄了 你是不是 可以帮我一把 这事 确实很不好意思开口 但你知道 我也只能找你 老梁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和刘丽梅说了心事 他不敢 肯定刘丽梅一定会答应 但结果 刘丽梅格外爽快的应允了 刘丽梅大大方方的说 我就是配合你演一出戏嘛 我懂 我不会让你在孩子们面前难堪 假装一下你的妻子 也少不了一块肉 我也是看着小梁长大有出息 也希望他早日成家 老梁眼里滚上泪花说 谢谢你 丽梅 国庆假期 小梁带着女朋友从上海开车回家 带了大包小包一堆礼物 有给老梁的 有给琉丽梅的 未来儿媳 长得像演员杨幂 是个标准的美人 而且性格开朗 见面就喊爸和妈 老梁一听 乐得合不拢嘴 忙着掏红包 刘丽梅虽然不好意思 但也大大方方的答应 那生妈妈 她心里也跟着开了花 忙着往小梁女朋友身上 塞见面礼 席间 老梁和小梁说着悄悄话 互相夸对方的对象好看 有眼光 小梁女朋友和刘丽梅 则在厨房闹家常 午饭时 刘丽梅做了一桌子菜 老梁忙着搬菜 切水果 小梁和女朋友 依偎在一起 有说有笑 说你爸你妈 对我真好 家里的气氛 空前的热烈 温馨 老梁家门前 挤满了来看 新媳妇的乡情 大家七嘴八舌 热热闹闹 老梁怕刘丽梅 在大家面前难为情 怕别人说她闲话 一直偷偷说着 不好意思 刘丽梅说 不怕 别人爱说说去 我也不会少一块肉 我和你多年相交 也不必顾虑旁人 说三道四 就算整村的人 都来说什么 我也无所谓 老梁说 我也不怕 我只是不想你委屈 刘丽梅把手在围裙上擦擦 说 我不委屈 老梁看着眼前的景象 心里冰凉寂寞的地方 一点点在融化 他已经好多年 没有感受过这种家人一起 围楼而坐 热气腾腾的味道了 他看下刘丽梅 他正在给小梁他们 热情大方的夹菜 小梁和女朋友举杯 敬他们百年好和 恍惚间 老梁借妻 借出了一种希望 他觉得 他是不是 也应该有个伴儿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